第三次提,小玉在实验室进行福利实验,他在一颗保育龙球下方用一条细线连挂着一个金属块,当装置放入水中后,他发现保育龙球和金属块完全没入水中,且禁止在水中,如富途所示,已知保育龙球的体积是金属块的两倍,则保育龙球和金属块所受的福利比为何? 我们晓得福利的公式一定可以用福利等于排开一体的体积乘以一体的密度,BVD来做计算,我们通通没入水中,所以我们一体的密度是一样的,不用理他,我们只要看谁排开的体积多就好了,那我们看到他告诉我们,我们都完全没入水中,我们保育龙球跟金属块体积是2比1,所以我们排开的一体的体积比就是2比1, 也是我们所受的福利比呢,也就是2比1,所以第34题问我们说,则保育龙球和金属块所受的福利比为何? 我们答案选的是C2比1 这里就说,则保育龙球和金属块体积会里面